欢迎来到美厅 三十岁以后,越无能的中年人,越爱在这三件事上浪费时间 有人说,每个人的中年都极其相似 毕竟,都世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一地鸡毛 可中年,又是一个分水岭,熬过之后,有人青云直上,有人跌入深渊 其中的根源,在于把时间花费在何种事情上 而智者,从来不会在这三件事上浪费时间 一,虚假的合群 刚毕业参加工作时,我被办公室的一个姐姐叫道,要合群 有一次聚餐吃火锅,不能吃辣的我,不想去 结果那个姐姐把我拉到一旁,低声地说 你不去就是不合群,合群是在社会生存最重要的技能 合群的人,才吃得开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尤为语重心长 我拗不过他,害怕被孤立,最后还是一起去了 整个饭局,酒量不好的姐姐还带头给大家轮流敬酒 最后一路吐着回家 可笑的是,后来有一次,领导分给了他一项很耗实的工作 还说可以让其他同事帮忙 可当他小心翼翼地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帮忙时 大家都低头不语 原本合群是为了获得更多人脉资源,不曾想事与愿违 有心理研究发现,合群的根本原因是恐惧 人们恐惧不合群就会被淘汰 殊不知,虚假的合群换不来如愿的结果 因为当困难来临,考验的从来不是一个人合群的能力 而是他真正的本事 所以,与其逼迫自己假意合群 不如试着远离人群 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自我修炼上 纪录片《社交网络》中的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 从不把时间浪费在合群上 当他人都忙着社交解有,扩展人际关系时 扎克伯格从来不去任何饭局 而是潜心钻研学识 当旁人都在扎堆探讨毕业后的出路时 扎克伯格毅然决然地从哈佛修学,专心创业 最后,他成功创办了Facebook 还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豪 沈诗希曾在《狼王》中写道 孤独实际上是出众的标志 是一种高贵的品性 强者善于独处 并能在独处中不断提升自己 而弱者才会因为害怕孤独而选择盲目合群 人到中年是时候生出拒绝的勇气 不再假意合群 不再逼迫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 讨好自己才是中年的主题 网上有个问题 生活中你最讨厌哪种人 有个高赞回答 最讨厌分享欲过剩的人 别急 这可不是在指责谁 而是揭露了生活中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每每分享都会夸大其次 试图引来关注 加个班要发朋友圈 希望得到同事的可怜 以及领导的赞赏 输个业要发朋友圈 希望换来所有人的慰问与同情 在朋友圈分享生活 本身并无过错 错的是把引得关注 作为分享的目的 他们全然不知 自己的生活与旁人无关 社会学家鲍尔莱曾说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明白 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99%的事情 对于他人而言毫无意义 一个人不在社交软件上晒幸福 并不代表他过得不好 反之 一个人一直在分享自己的快乐 也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过得好 毕竟幸福与否都是自己的事 无需刻意分享给他人 曾经有个女上司 她的朋友圈 从来没有私生活的内容 只知她已婚 有一个儿子 她特别精明干练 大家私下都猜测 她是一位单亲妈妈 可有一日 我跟女上司一起下楼 遇见了她老公和儿子来接她 女上司瞬间从女强人 变成娇滴滴的少女 飞奔向老公和儿子 脸上的幸福不言而喻 后来我开玩笑地问她 你的生活那么幸福 怎么都不见你在朋友圈里晒啊 她笑着说 幸福无需与全世界分享 辛苦也无需让所有人知道 深以为然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既然如此 便无需再花费时间 去满足自己的分享欲 因为没有人有义务去理解你 安慰你 人到中年 与其耗费心机 引来关注或同情 不如想方设法 度过生活的难关 或守住当下的幸福 三 不值钱的面子功夫 如果问 这世上什么东西最不值钱 我会说 是面子 尤其是中年人的面子 人到中年 生活早已一地鸡毛 父母日渐衰老 工作压力重重 孩子嗷嗷待补 这种情况下 能顾好自己 已是万分不易 千万不要为了面子 而将生活 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前段时间 有个好友找我哭诉 原来之前公司 来了个新同事 跟好友比较投缘 两人相谈甚欢 认识三个月不到时 新同事说 家里遇到点难事 着急要钱 会很快还的 好友觉得 两人关系还不错 面子上也不好回绝 便把为数不多的积蓄 尽数借出去了 后来才知道 那位同事是遇到了诈骗 所有钱都被骗走了 原以为慢慢还也是可以的 谁曾想 那位同事 竟然还是个铺张浪费 花钱如流水的性子 原本答应每个月还一部分 但他每月月光 根本无钱可还 老婆知道后 跟好友急得不行 又恰逢家中 长辈看病要钱 孩子读书又要钱 好友着实是长子都悔清了 如若当初不是为了所谓的面子 他便不会随意把钱借出去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兵荒马乱了 佛家有言 度人先度己 人到中年 更应如此 在抵达彼岸前 我们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划好自己的脚 当自己不够强大时 无需为了面子 死撑着无条件 帮助别人 打肿脸充胖子 是中年人最可笑的行为 中年之际 要明白 与骨感的现实相比 面子一文不值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一点都不丢脸 真正丢脸的是 死要面子活受罪 网上有个问题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优雅地熬过中年 有个回答我很喜欢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诚然如此 人到中年 岁月沉淀 我们应该更有底气 远离与己无关的人和事 停止虚假的和群 不再过度地分享 放下不值钱的面子 回归自己的生活 方能重新遇见自己 遇见幸福 最后 愿每个中年人 都能用这份智慧 优雅地度过中年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美听